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机电将 本期视频我们探讨并学习一下旋转编码开关 在开关防抖消除上应该选用哪种方式 以及在编程上如何解析旋转开关信号 旋转编码开关也叫做小型旋转编码器 是一种根据不同的旋转方向输出严格时序脉冲的电子元器件 如今旋转编码开关随处可见 视波器、收音机、鼠标里面就有 此外很多设备里都会用到旋转编码开关作为输入设备 这是五个引脚的旋转编码开关 右边是按压开关的引脚 左边是旋转编码开关的引脚 这三个引脚相当于两个开关串联 中间的引脚G通常接电源负极 两边的引脚A和B通常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正极 从AB引脚输出的脉冲信号 可以直接或通过R2C低通滤波器送到单片机输入引脚进行处理 旋转编码开关既然是开关 必然会产生通断抖动 在消除开关抖动上常用软件削抖和硬件削抖 现在我们对旋转编码开关 分别搭建无R2C滤波器和有R2C滤波器的工作电路 进行实测看看哪种电路对开关削抖综合性能更好 这是两个10K的电阻接在AB两个引脚上 作为上拉电阻搭建出一个无R2C滤波器的工作电路 焊接上拉电阻到AB引脚 焊接电源负极到G引脚 连接试波器的探头 连接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 黄色波形接A引脚 蓝色波形接B引脚 快速旋转编码开关 抓取波形 这是一个全新的旋转编码开关 通断抖动还比较小 这里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抖动 紧接着又是一次严重的抖动 随着开关的磨损 抖动会逐渐增加 而且抖动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这种无2C滤波器的工作电路 只能通过软件延迟的方式来消除抖动 通常抖动会持续几百微秒到几十毫秒不等 如果把消抖延迟放在中断程序中 会造成中断程序处理时间太长 如果把消抖延迟交给硬件定时器 会造成资源占用过多 还会引发过多的中断处理 总的来说 单纯的软件消抖是比较耗费程序和资源的 但是如果程序比较简单 这种方式能让电路变得非常的简洁 现在在上拉电阻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级2C滤波器 由于电阻的存在 电容的充放电会变得缓慢 开关的抖动 对电容两端的电压影响会变得迟钝 这就是2C低通滤波器的基本原理 把带有2C滤波器的工作电路 焊在旋转编码开关上 就像这样 接上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 黄色波形接Aout 蓝色波形接Bout 快速旋转编码开关 抓取波形 现在开关通断的波形 已经变得很平滑了 微小的抖动已经被过滤掉了 除非开关变得严重接触不良 才会产生严重的抖动 总之这种方式可靠性比较高 不会占用过多的程序和资源 程序上只考虑中断处理时间就可以了 几乎可以免去延迟防抖的程序 现在我们学习在编程上 如何解析旋转开关信号 旋转开关信号的解析 需要以其中一个开关作为基准信号 这里选A作为基准 在示波器上是黄色的波形 对A信号的判断 可以是高电瓶 低电瓶 上升炎 下降炎 通常 A信号的上升炎或下降炎 作为单片机的外部中段触发 这种方式相对比较可靠 高效 由于编程语言有很多种 在这里 我们只通过实际波形 来理解顺时针和逆时针产生的信号规律 这样在实际编程上 就不会受到语言的限制 这是用A信号上升炎来解析 顺时针旋转 上升炎后 B信号100微秒内 保持低电瓶 逆时针旋转 上升炎后 B信号100微秒内 保持高电瓶 这是用A信号下降炎来解析 顺时针旋转 下降炎后 B信号100微秒内 保持高电瓶 逆时针旋转 下降炎后 B信号100微秒内 保持低电瓶 用A信号上升炎和下降炎来解析 其实就这么简单 A信号和B信号是可以互换的 A和B只是相对而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AB互换 看看时序会发生什么变化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机电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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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